字幕提供 Hello 大家好 我是りゃん 叫頭 KIN 好 很久沒有做一些比較怪奇的開箱 那在幾年前我們曾經有在國外的平台 買過一個那種惡靈香 就是它裡面放了一些那種稀奇古怪的東西 當時據傳說裡面的東西有些是來自於暗網 所以吸引很多創作者他們就是會去訂購 然後一箱可能大概是2500到5000都有 那就是看裡面的東西價值 但是都是一些很詭異的 就是有人收到之後是非常詭異 這次我們從美國 應該是從佛羅里達州那邊寄來的一個包裹 然後這一個是從美國獵鬼網站所寄來的包裹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它這個都是有經過海關 那這一次是頻道就是也算是重本去投資了一個新的獵鬼儀器 那就是在美國的這個獵鬼網站去購入這兩台靈魂盒子 分別是SB11還有SB7 就是如果大家對於靈魂的超自然現象研究有興趣的話 應該都會知道這兩個型號 那SB11它其實是在2021年到2022年設計出來的一個機器 它叫做SB11 ANC 這個型號它滿特別的 它裡面的那個攝取到的那個赫茲 它們是有經過特殊調頻 那透過ANC它可以把它的白噪音去降到最低 進而去獲取到說這些能力比較強的靈體鬼魂 它們想要跟你去做溝通的時候 它可以去影響到這個掃頻的時候 所發出來的一些單字 那以下我放一些片段給大家看 在國外它們的超自然研究學院 研究十幾年 二十年了 那它們在實際運用的時候 所收錄到的一些真實的單詞回音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這個片段 What's my 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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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spirits that are with us right now That sound like Liam How many of you are with us right now? Mary Adelaide Adelaide it just said Hear the voice It's literally a message It's a thought It has energy And they're able to transmit it to me Like I'm an antenna And that's how I came up with the name Adelaide And you know it's a little bit low Adelaide do you need any help? Is there something that you want to communicate to us That's important to you? That you want to tell us about this place Your life? Did you know Captain Grant? And that's what I want to do And that's what I want to do There's a captain right there It's a captain right? And that's what I want to do And that's what I want to do 那簡單跟大家說一下 這一次這個包裹從國外訂進來 大概總共等了8天 嗯 那是使用最快的一個包裹 就是UPS的這一個貨運公司 那我們現在就來做一個開箱 看到那個盒子的顏色了 好像很厲害欸 對啊 前面這邊因為有一些我個人的資訊側邊 這個就沒有從這邊去做開箱 我們從背後 就是上面這邊都是一些郵寄的資訊 我怎麼看到吃的 對 他們非常貼心 有送一包這個鬼魂的糖果 呵呵 請問這個糖果另外有作用嗎 唉唷 叫我喔 會不會吃下去 呵呵 上次 然後這個是他們的那個 一個像大張的名片吧 就是這一間公司 他這一台SB7 就是馬來西亞 甚至是我們台灣 對 美國 尤其是在美國那邊的靈探的頻道 其實非常多 他們最基本最基本 一定會買這一台叫做SB7 但是這一台是後來去做了一個最新的更新 他把他的那個AM跟FM的白噪音 去做一個優化 就是不要那麼吵 所以這一台的型號叫做SB7T 那這一台就是SB11 有發現嗎 喔大好多喔 對 那我們現在這一集就是先做一個簡單的開箱 然後他這個都有說明書 兩張說明書 我們把它放著 這一台 哇喔 他裡面有附一個耳機 監聽的 對因為在國外他們在研究的時候 他們有一種最特殊的方式是 就是你的觀感 全部被遮住的時候 你的那個感知能力是最強的 所以他們會把眼睛蒙住 然後帶耳機去接這個靈魂盒子 聽到什麼你就大聲的唸出來 國外是用這樣的方式 好 我們把它拿出來 天線打開 好 那後面這邊 你有看到嗎 它這一台比較特別的是 它有兩個頻道 那後面這邊就是它的ANC控制系統 但是它的這個說明書 我在網路上有看到 它有特別提醒說 它們出來的時候都已經調平了 所以其實不需要自己再去特別做設置 在他們美國 他們曾經有用科學證實 就是說 當靈體靠近某些地方的時候 它溫度會突然間驟降 剛才Kim所說的這個溫度 這兩台都有做最新的這個更新 喔 就是 它只要溫度過低的時候 就會發出來 好 我們先看這一台 就是一般通常大家一定會訂購的這個 你看兩台的尺寸差這麼多 嗯 OK 而且價格也差很多 比較特別的是 大家會覺得說 它是不是一般的收音機 它其實原本的原型 確實就是收音機 因為很多電影裡面也有去說到 赫兹 它會去影響到靈體 它們會產生一個連結 所以這個它都有特別設定過 特有的一些頻道去掃描 所以差別就是 我們一般的收音機 就是針對電台的頻率 對沒錯 那它這個不一樣 它額外新增了119個頻道 去做掃描 它掃描的速率可以去調整 它們實際測試下來的時候 它們認為200到250之間 是最可以去捕捉到靈體 想跟你說話的單詞 嗯 那我們來做一個測試 像它這樣子就開始一直在掃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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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對 然後 然後 快一點 你剛剛在說快一點 對啊 嗯 那我聽到呢 什麼東西快一點 什麼 剛剛又有一個很清楚的 可是 這一台比較大台 你看喔 它開機之後 它底下這裡就是溫度感測 嗯 好 它的使用說明有講 就是白噪音 啊這裡 好 聽到一點白噪音之後 它是有1跟2的頻道 對 那我們接下來就是按這一顆 去調它的這個 掃描的速率 一樣 一個200 嗯 這個200 然後 Channel 2 150 然後好的之後 我們就開始 去做正向的掃描 各位我現在測試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它前面的這個紅外線燈 嗯 你們看一下 就是 教頭你稍微站近一點 那 你蹲下來一下 它就可以 用這個去當成一個 算小燈 喔 它就是那種紅外線燈 針對夜市在使用的紅外線燈 對 它是紅外線燈 那請問現場的莫林提要跟我們溝通 是很清楚 然後講這樣 有什麼要講的嗎 很多 有很多 有很多什麼要講 快點 那個 再問下去 可能教頭這邊要做一個 那個法會 喔 我們還是拿去戶外 請不要聚集過來 不要聚集過來 這個這樣子會聚集過來 對 OK 那就是一個 稍微簡單的測試 好 最後就是 要非常感謝我們頻道的忠實觀眾 球球 他在這一次 我們添購這一樣商品的時候 就是給予頻道很大的支持 嗯 就是他也贊助了不少 那就是希望說頻道可以有一個成長 那我們也是非常感謝球球 感媽 謝謝 謝謝謝謝 給我們的一個贊助 那以上就是這次的影片 下個影片見囉 掰掰 我們下咏